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导 面对2030年再生能源大未来的蓝图 台电公司厚资1.45亿元 在方圆王宫渔港外海 打造第一座MIT海气象观测塔 为设置海上风机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 接下来这支三分多钟的影片 将带您快速了解台电未来 在推展绿能及开发离岸风力上的新愿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低碳与能源自主的趋势下 碳足机将决定未来全球商机的所在 世界各国在面临经济密漫的关键时刻 永续环保的再生能源正风起运用 成为定业发展未来的新主力 近年来优良的陆雨风电厂制也陆续开发 随着技术的提升 处理在海上的立岸风机 逐渐成接棒的明星 台湾海峡位于台湾中央山脉 与福建五一山间 峡道的地形东北季风强劲 使得从桃园 彰化到云林外海 拥有世界级的优良风场 将是台湾能否成为 对能大国的世界之要 去年冬天 台湾耗资1.45亿元 位于方院网工渔港外海六公里处 打造第一座MIT的海气象观测塔 今年4月16号已开始回传气象数据 提供未来设置海上风机 重要的设计参考资料 而经成立海域风电施工处 为推动再生能源将在跨出重大的一步 2025年台电的离岸风电装置容量 将达1GW 2030年则达1.8GW 都将由海域风电施工处来完成 加上积极开发的大型太阳光电 及地热发电 2025年台电再生能源总装置容量 包含风力发电 太阳光电 地热发电与水力发电 总装置容量可达4GW 到2030年总装置容量 则将达到约5.4GW 海域风电施工处的成立 为台电推展离岸风电的重要里程碑 更是台湾发展新能源的历史领刻 且让我们共同努力 沉风和气 拥抱捷径能源 达到国序发展的社会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